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攝影構圖的部分 事實上其實構圖的部分 最簡單的最簡單的就是一般我們常見的叫九宮格的 九宮格事實上我們在這個數位相機上也常常看到 我給各位看一下 今天有老師帶數位相機嗎 沒有因為現在其實都有帶 只是叫做智慧型手機 自然有的智慧型手機也有這個功能 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這裡 不要不用看到我 找錯台了 這樣就看到了對不對 其實我們一般的那個 在數位相機裡面 有沒有看過有這種格子的 這個格子的對不對 對啊其實也都會有 所以他這個部分就是要幫助你去做那個 構圖 那麼 實際上來講一般來說 平常大家大概比較習慣就是 就是這裡 看到這裡就對哪裡嘛 對不對 但是一般來說其實他們會比較建議 在這個 四個這個所謂的交叉點上 也就是說你的主題 你擺在這幾個地方 可能在構圖上 看起來會比較有張力一點 當然這不是絕對只是他們歸納出來一個 結果 大概是像這樣 那你也可以考慮看看 那麼萬一你拍的時候就平常就是十字百中間的怎麼辦 其實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現在 數位相機的 尺寸有沒有都很大 拍下那個尺寸 很多人現在至少都500萬以上 甚至有上千萬的 好上千萬那其實那個像素是真的還蠻夠的 像我們一般 現在 講到這個 2K 4K 有沒有 就大的那種電視 2048或4096層 多少 那 那個其實都還好 像我們一般HD的話 Full HD 高畫質的那一種 1920 大概是多少 就是差不多200萬像素 左右 差不多200萬像素 所以其實 大致上還夠 200多 200多 那 所以 你要拍那麼大的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什麼 要把它洗出來 洗比較大張 像我一般在去看要拍婚紗對不對 拍婚紗的時候就要比較大張嘛 你那個解析度不夠 就不行 好那 所以這個 可以像這樣 那麼 待會呢 這個地方 各位呢 您可以到 我們順便利用這個時間的 您可以來這邊 把這個軟體先下載下來 把它解壓說一下 裡面呢 我們包括了主要會包括這幾個 這些軟體是 您在那個 網路上也都有 我都有放在 就是 我的部落格上 那您進來之後 我們主要是包括這幾套 我們有給各位的是這幾套 Photocab這邊 您找到了之後 您找到之後呢 直接點開 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這一隻小驢子 點兩下就可以了 這樣OK 好 點下面這個 這個 那他就可以知情了 其實他的容量還蠻小的 所以如果您放在隨身碟裡面的話大概 三十幾MB 解壓縮以後大概三十幾MB 其實應該還好 您可以 從這邊打開 那麼 為了怕說各位呢 您可能沒有帶那個 自己的照片 對不對 今天有沒有人帶自己的照片 所以我有準備那個練習的圖擋 您可以在左手邊這邊 因為 這個練習圖擋我想就是 我們今天練習用就好了 所以我上完課我就會拿掉 您可以從這邊 在我們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 好 您可以先下載一下 好 如果說你手邊剛好沒有適合的 那待會我可以用這邊來做 或者如果您 有很多照片都有放在網路上的一些網路相簿啊 你也可以從那邊抓下來 真正是自己試著用看看 那等一下我們等各位都開好了 我們就來試看看 如果說你當初拍照之後沒有構圖好 那麼我們可以利用裁切的方式來幫你做所謂的重新構圖 好重新構圖 那這樣你可以 看看說使用前使用後 有沒有不一樣 現在這個大家都好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來試一下 好那麼你要開 照片的方法有幾種 最簡單的當然大家最厲害的就是從這邊 窄入對不對 好從這邊窄入 好這是這個沒有問題 那麼 他除了這裡以外其實還有 另外一種方式 其實您可以看一下下面 您看一下在下面這邊 在比較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 瀏覽照片 其實他也可以就是變成從下面做一個檔案總管一樣 好所以您只要從下面這邊 他有一個 變更資料夾 在最下面這裡 在最下面這裡 你可能後面的 會比較稍微看不到 在最下面這邊有變更資料夾 你只要把它 選擇到 您要看的資料夾 他下面那個縮圖就會自動跑出來了 您從這邊 做的話 應該會比較快一點 從這邊你看按一下 好我來這邊我就來找 我的檔案放在哪邊 我檔案放在哪邊 好我的是放在這邊 所以我按確定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在下面這邊 這邊的資料夾就會跑出來 那 裡面呢我有一個這個 影像的縮放 跟裁切的這個資料夾 有看到 在下面這裡 你可以直接點進去就好了 點進去呢 您就可以看到 裡面有幾張 有三張 有三張 那麼我就 先隨便挑一張 那你要怎麼挑 直接丟到上面去就好 拖曳 丟到上面 上面那個是編輯區 裡面有幾張 比如說我就丟這一張上來 這樣就可以 這一張是已經做好的 這是裁切下來的 那麼我丟這一張 有沒有像這樣 像這邊的照片 很明顯就是 人就是在正中間 沒錯吧 大家標準都這樣拍嘛 因為人就拍 人就放在中間就好 那麼 你要怎麼做比較好呢 如果說您要拿去 充洗的 那當然最好就是要照充洗的比例 對不對 請問大家現在都洗幾層幾的 現在大部分都洗四層六比較多嘛 以前我們是洗三層五 所以那個比例不一樣 但是我們 數位相機拍下來 請問我們數位相機拍下來 比例是多少 這個也要注意一下 你有沒有注意過 那你智慧型手機拍下來呢 智慧型手機應該大部分比較沒問題 大部分都是寬的 就是 寬螢幕的 就16比9的應該比較多 但是傳統的相機就有分 16比9 還是什麼 4比3 實際上我們一般比較 以前的相機都是4比3的 可是跟 4乘6有沒有發現比例不一樣 因為4乘6是3比2 所以其實您可以從這邊 您看一下來 從上面這裡 影像 您找到這裡有一個叫裁切 您從上面這個 影像 這一個 裁切 裡面呢 我們會有一個叫指定 長寬比 如果說因為其實 你現在比例 事實上好像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洗過 16比9的照片 有沒有去把它洗出來過 老闆會告訴我 我怎麼像沒洗這種紙 因為那個比較適合螢幕上看 就好像看電影一樣 它是寬螢幕的 好像紙比較不會用那種方式去洗 不然的話就是 上下留白 好上下留白 所以您可以從這邊 我們可以先看看 我們現在預設 像這一張也是4比3 標準的4比3 那所以呢 您從這個地方進來 它裡面有很多比例讓你選 好 那我現在就從這邊進來 裁切 指定長寬比 好 我們從這邊你看 看你要洗的相片是哪一種 比如說 我現在想要洗的是4乘6 有沒有 你進來之後 它從上面那邊 你可以自己指定說 你現在要洗的是多大的 好 那假設我用的是4乘6 按一下 這個時候呢你可以看一下右手邊 它會出現一個這樣的框框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其實你用4乘6在洗的時候 上下都被切到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如果說你很在意 或者說那張照片剛好就是 重要人物就擺在 很上或很下或很旁邊的 可能你要洗的時候就要留意一下 就要留意一下不然真的會被切到 以前我們比較沒有 在意被切到為什麼 因為十字擺中間 重藥都擺在正中間 所以你不會覺得說 切掉點有什麼關係 那這個是這邊 那所以呢 其實如果你要照我們剛剛的這個黃金的 這個九宮格 來做的話 你看 自己新中藥九宮格 所以 你可以自己畫一下 把這個格線稍微畫一下 你就會比較清楚 我現在是不是在我主角比較放左邊 對不對 好那 你如果確定了 沒問題就按OK 那麼 使用前 他的 上一步下一步在這裡 有沒有 比較 在這個地方 在左上角 所以如果你要 檢查一下 使用前 使用後 可以從這邊來 好那這是 標準的 4比3的 那麼下面這一張 還有一張比較 大家比較常見的 這張其實是什麼 16比9的 這張比較寬 比較寬 比較寬 好那你一樣喔 我們進到這邊來 影像裡面的裁切 指定長寬筆 進來 你可以發現這一張就 切掉的 是左右的 為什麼因為他16比9比較寬 比較寬 那一樣的其實你可以從這邊 這樣 你看 把你的那個 比例做好 使用前 使用後 對不對 事實上 所以 現在因為 尺寸夠大 所以你重新構圖 事實上是OK的 那這裡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特殊的尺寸 可能剛剛不知道有沒有 沒有 老師或同學注意到 這邊除了 4乘6 有沒有發現還有一個叫 4.5乘6 如果說 您真的 就是要完整保留 我就是不希望被人家切掉的 麻煩你跟照相官講 我要洗4.5乘6的 因為這樣是4比3 4比3的 那 照相那個洗的 費用應該是一樣 但是如果你要買那個相簿的話 就會稍微比較貴一點 因為那個材料比較多 才會比較多 所以你可以看如果你是用4.5乘6的 他就完整 幫你把他洗出來 所以這個 其實大家在 沖洗的時候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真的不一樣 好 那麼 有這樣概念之後呢 我們再看看喔 像這一張 像這一張 我們剛剛那種方式比較屬於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是要拿去洗的 那因為你要洗就要照紙張的尺寸來 你不一樣的 那老闆就只好幫你留白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今天在網路上用的 老師在文件裡面用的 請問有沒有人管理GPG 沒有對不對 因為你要你就看是你的情況需要 所以這個時候呢 您可以來看一下我們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選取工具 三角形 裡面就是他的什麼 其他相同工具 現在很多軟體都一樣就是 有三角形的 就裡面有相同工具的 好你可以看到 那這裡就有一個矩形的選取工具 矩形的 那你選了工具之後呢 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我們在這邊 中間上面這裡 有一列有沒有 這一列就是所謂的屬性工具列 也就是說你不同的工具 那麼他有不同的屬性 這邊會跟著改變 好跟著改變 好 那你了解這樣概念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不需要 特別指定的 尺寸的 你就把你要的範圍把它框起來 框好 拖曳的方式 那萬一錯了 旁邊點一下就可以再重來 在他外面點一下 那如果 矩形框OK 但是位置差一點點 你移到裡面來就會變移動 就會變移動 如果沒有問題的 就按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 裁切 對不對 右上角就有一個裁切 你就可以把你要的範圍把它 保留下來 那這樣你就可以把它存出來了 好所以這個是 我們先 看一下他這個 Photocab 基本的 功能 您可以發現說 這樣在裁切 重新構圖上 就相對比較容易 這樣沒問題對不對 OK 這一段就先到